还原事实追问真相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张秋铁锅 冷断记忆是铁锅制造的精髓 将人们需要手工断打数万次 使铁锅的密度不断地提高 一直到表面光滑如镜 这样下来一个人一天最多也就是打一口锅 然而在网购平台上搜索张秋铁锅 排名靠前的店铺月销量竟然达到了几千笔 那么这些锅都是哪里来的呢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上搜索张秋铁锅 显示有近五千件商品 部分标注为张秋手工铁锅的商品售价 竟然只有一百多块钱 有的甚至不足百元 同时记者发现 网络上部分标注为张秋铁锅的商品 发货地并不是山东张秋 排名靠前的几家店铺 标明的发货地都是零 我那个张秋铁锅它只是一个一六次 我们从这个通货行卖给地下来不一样 我们有自己评论是一蒙铁锅 但是也可能也是 就交足一下机器 现在你要说 启蒙铁锅是哪里多少钱 一蒙铁锅网店的负责人称 他们销售的张秋铁锅是机器制造 并不是张秋当地的手工锻打铁锅 在林一这家生产铁锅的工厂内 堆放着大量带有 一蒙铁匠字样的铁锅 车间里有几台正在工作的机器锤 却没有一个手工锻打的工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又来到林一市家电厨卫城展开调查 这里销售的外表类似张秋铁锅的机器锅 批发价从40元到60元不等 他们大都是模仿张秋铁锅的手工锻打痕迹 价格仅为张秋铁锅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商家告诉记者 这些锅大都来自浙江永康的厨具生产厂家 成本价在30元左右 铁板经过机器压花就会出来手工锻打的花纹 他们蹭着张秋铁锅的热度 以低价吸引消费者来提高销量 进而从中获利 在储蓄批发城内 真正的张秋铁锅寥寥无几 这些仿造手工锻打痕迹的铁锅外包装上 大都写着张秋工艺锻打或者张秋手工铁锅等字样 在其中一家商店门口 醒目地摆放着一口张式铁锅 里面那么大点有的是手工打出来的 这是纯就是机器压出来的 拿它呢 这是永康的铁锅 仿的它款式 它现在张式张秋 它就是一个款式了 有时相当有 我商标是张秋铁锅 是咱这属于哪个张 张周银啊张 我商标设计出来 就是张秋铁锅的四个字 但是在边上 这一圈都是鱼锅 打得他们修 那么在市面上这些五花八门的仿造 手工断打痕迹的机器锅 到底和张秋铁锅怎么区别呢 针对这些市场乱象 张秋铁锅又该如何良性有序发展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记者注意到 在这些售价一百元左右的 铁锅商品评价中 有消费者反映 铁锈斑点钢丝球擦不掉 黏锅 有的甚至出现了掉铁皮的现象 因为它们大都标注着张秋铁锅等资样 极大的影响了张秋铁锅的口碑 那么这些铁锅质量究竟如何呢 记者从网上销量前十名的店铺里 随机购买了五口锅 这口锅呢 是我们最普通的宗室锅 这口真三环张秋铁锅 经过多次冷断 表面光滑如镜 但是背面依旧可以看到 手工断打的痕迹 旁边的两口锅 则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机器仿造的锤印 被形象地称为蛇纹锅 这些上面就出现了 把整个市场 把张秋铁锅 这个名号 都毁掉了 针对市场乱象 在前期对经营业户整顿规范的基础上 张秋区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加强铁锅市场监管 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加强张秋铁锅的品牌保护 张秋区市场监管局 开发使用了铁锅二维码 追溯管理系统 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 即可查询到铁锅生产经营者的名称 产品工艺 检测报告等一系列溯源信息 从而实现了产品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责任可救 张秋铁锅首工艺行业协会 于这个经验四月份成 就以这个协会为平台 这个规范的行业企业生产经营 进一步指令市场乱象 假冒伪劣商品贫现 以假乱真的山寨锅横行市场 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趋之若鹜 这样的破窗效应 让张秋铁锅的工匠情怀无处安放 当市场的热情退去背后的标准 才会渐渐的浮出水面 虚人认为一口好锅 真的需要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